胃部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器官,其中的胃酸能够消化各种各样的食物,但是胃部却无法消灭炎症因子,促使胃部出现各种不适感,比如疼痛或者恶性。 因此胃炎是一种发生几率比较高的胃病。 虽然这并不是很严重的疾病,但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仔细的护理,则会变得越发严重,甚至会引发比较严重的胃病。 比如萎缩性胃炎,因此胃炎患者除了要配合医生接受治疗之外,还要注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。 胃炎患者在生活中要注意哪些细节? 一,调整饮食习惯。 胃炎患者在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,尽量吃温热、清淡,而且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。 比如通过主动等方式烹饪的蔬菜,以及流制的食物,而且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。 但每顿饭都不能够吃得太饱,以七八分饱为以。 吃得过饱会增加胃部的负担,吃得过少会使胃酸对胃黏膜造成刺激,促使病情变得更加严重。 二,忌口。 胃炎患者在饮食方面要有所忌口,尽量少吃刺激性比较强的食物。 比如过冷的食物,过烫的食物,或者过辣的食物,以免对胃黏膜造成刺激,使炎症的消退变得更加缓慢。 如果有服用烙物的必要,则要在饭后服用,以免药物对胃部造成刺激,使病情加重。 三,保持平和的心态。 胃部是一个能够感知情绪的器官。 有研究发现,大多数胃肠,疾病的发生都与情绪有关。 比如胃炎或者十二指肠溃疡,因此胃炎患者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和愉快的心情, 以免因为情绪不佳,使病情有所加重。 四,积极锻炼。 患了胃炎之后还要积极地进行锻炼,能够使胃肠到蠕动的能力变得更强。 降低消化不良和精神的风险。 同时还能够使免疫力有所提高,不但能够使胃炎更快地康复。 而且还能够降低其他疾病的发生几率。 五,注意保暖。 胃部是一个洗暖怕寒的部位,因此胃炎患者要做好保暖工作。 在天气变冷时要增加阴物,晚上要盖好腹部, 避免因为腹部着凉导致病情加重。 因为受到寒凉的侵袭之后, 胃肠到得到的血液量会减少, 可能会导致疼痛感加重或者病情加重。 六,戒烟戒酒。 香烟产生的烟雾会跟随血液到达全身各处, 其中也包括消化系统,从二对胃部造成伤害。 延长胃炎患者的病程,而酒精则会直接伤害胃粘膜, 导致胃炎加重,因此胃炎患者要及时戒烟戒酒。 加一均寄予,胃炎患者在用药方面也要小心谨慎, 因为各种药物都具有副作用, 其中也包括消炎药。 如果用药不当,则可能会导致胃粘膜反复受损, 甚至会破坏胃粘膜的屏障, 导致胃部更容易发生病变。 因此在用药时要注意用完安全,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在仔细, 阅读说明书之后服用各种药物, 以免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, 不但没有缓解病情, 反而使病情加重,就得不偿失了。